好这个很多人都会知道 今天是父亲节 我知道有很多的父亲都非常的哀怨 就是母亲节你们做的天大地大的 然后呢 这个一两个礼拜之前 就开始这个呼吁 母亲节要送妈妈礼物 然后要记得爱护妈妈 爱护自己 父亲节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说有了 那个广告倒是挺多的 但是我不晓得家里 有没有帮父亲节这个庆祝 好还是家里有父亲的话 说实在你打个电话给他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很多的爸爸其实不大会说 你问他要吃什么 他就说随便或说不用 但事实上他们其实很想 讲的一 很想听的一句话 就是跟他讲爸爸我很爱你 或者是爸爸这个很好吃 我买回来给你吃 我觉得父亲节 在我们一般子女当中 说实在 说实在 我自己平心而论 我也觉得 我是比较重视母亲节的 然后爸爸节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当然这个会买礼物啊 买领带 买这个刮胡刀啊 然后买这个皮带啊 可是买来买去 大概就买这些了 后来我爸爸有一天告诉我说 别浪费钱了 你回来陪我陪我吃饭 我就很开心了 那当然现在爸爸不在了 所以每一年的父亲节 其实都很怀念父亲 因为父亲一直留下来 给我的一个品德的教育 品味 他一直强调的 我都有遵守 所以也谢谢父亲留下的好礼物 这也是让我们 一直怀念他的一个关键了 好 如果父亲在 麻烦打个电话 跟他说你真的很爱他 很爱他 好 父亲节 当然很多人也很关注 不过我今天有看到那个报纸 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投书了 当然我们都会觉得父亲很伟大 哥哥爸爸真伟大 但我看到这一位退休的劳工 他是一个辛苦的父亲 辛苦的父亲 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他说从军中退伍之后 就染上了酒饮 就每天喝酒 每天喝酒喝完就睡觉 然后睡觉以后睡醒 睡醒以后再喝 然后他酒饮已经有 到酗酒了 而且20年了 那工作也没了 女朋友也离开了 朋友也都不往来了 你说在父亲的这个 看在眼中当然非常的伤心痛苦跟难过 他说20年来他并没有把孩子放手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孩子都大了 那我要怎么去过呢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 可我看到这一位平凡又伟大的父亲 我必须这样讲 他尽他其的所能 他就把这个酒驾罚款去缴了 然后呢 他说呢 也慢慢的想要把这个孩子拉回来 所以他到处去求助 他也写了这个很多的投书 说我拉不住 我那酒精成瘾的孩子 就还好得到了一些 这个大家的回响 所以包括马接 精神科啦 基督教的教会啦 民间的戒酒的 这个组织都提供他一些讯息 然后总算总算五年的时间 把孩子酒饮戒掉了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25年了 其实父母亲对于孩子 不要说25年 但更长的一段时间 从其他一辈子的时间 他都不会把他的孩子放弃掉的 这是一个平凡父亲 在报纸小小小的一个角落 那么一个投书 然后我感受到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平凡的父亲 也许他没有办法得到 哇什么模范父亲 楷模或得到表扬 但是他们为孩子的付出 真的值得我们尊敬 一如我们家中的父亲一样 都是在守候我们的孩子 守候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也在父亲姐 那么希望也给父亲姐 那么所有的父亲们 那么一些正的能量 然后也正面的感谢他们 好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 那么在上半段 会请到 我记得那时候 我请他来的时候 他还非常小 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 那他就成立了一个台湾论坛 台风的论坛 那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一个宜兰长大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喜欢追风 他不是念大气 也不是念什么天气 他不是念这相关的 可他就是对于台风 有一股狂热 他会用手记录 然后他会去追风 然后他会用他自己的 一个理解的方式 跟大家来谈谈 台风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直有在关注他 最近我又发现到说 台风来了 然后我也关心 这孩子长大了 已经长大了 他现在的论坛 也非常多人在追踪了 我们会请到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聊 这几年大气的一个变化 那么台风一个一个来 台风的路径都不太一样 台风来之前都这么热 那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来一定可以跟大家来 这个说明白的 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上半段 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台风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下半段当中呢 我们会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 我在这边也邀请大家 待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直播 因为今天真的还蛮好看的 因为坦白讲 今天来的一位帅哥 我是因为他有头发 我才开始喜欢他的 这是真的 很多人会有一个困扰 特别是男性 我们选在父亲节 就跟大家讲 其实女性有女性的困扰 男性有男性的困扰 没有头发的确是很困扰一件事情 可是能不能够把你这个从50岁变成30岁 这我觉得是个关键 待会我们会有直播 然后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来进行一个素人的改造 我觉得我看的影片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待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看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 期待一下下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全球最大的探权认证机构 被人家爆出来造假 昨天我们才说 有成立台湾探权的交易所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值得我们长期的去做一个关注 好 欢迎欢迎理财 收合同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我们有看到英国一个报道 也就是全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证 探权认证机构 那他们有做一些这个雨林啊 这个保护的专案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 然后呢 你推出一个雨林保护计划之后呢 他就可以套入一个认证公式 那么这个认证公式公式当中呢 就可以转化你有多少的一个探权 好 那过去像迪士尼啊 Gucci啊 有一些这个 这个必合必拓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矿业大公司啊 还有石油这些 这个大厂牌 那么都跟他买过这个探权 但现在出现问题说 哎 他造假 好 那当然这家公司 当然否认说他这个造假 不过他的执行长 他担任15年的执行长 下台了 好 下台 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现在当然 全世界都在关注 这个 净零排探 然后这个探足迹的问题 然后也有探权的认证机构 可是认证机构 过去在去年开始 那么国外就有一些报道 像我看这个BBC啦 看那个CNBC啦 看路透社 都有些报道 就是说 哎 朴绿 好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会有什么朴白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 滤金当道 滤能当道 那么也有朴绿的问题 所以正在 很多企业都在努力 那包括台湾 也有证券交易所 探排放交易所在 接牌了 接牌了 那待会探权要怎么交易 我觉得说实在的 还是大家很 很陌生的 很陌生的 那会不会有造假的问题 那当然值得我们去 做一个这个 理解跟追踪的 所以之后我们也会慢慢 跟大家来聊聊 这些的一个议题 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另外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立秋 那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说 那是不是秋天就要来了 可你别忘了 立秋之后还会有秋老虎 所以这个天气的一个 这个变化还是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去掌握到 那现在大家关注的 除了立秋之外 其实很关心的是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 叫蓝恩 那蓝恩当然目前看起来 其实我们从昨天前天 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对台湾 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 但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 特别是北部南部 都有山区都有局部的大雨 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另外就是今天 这个大盘 目前看起来是 又跌109点了 又跌破17000了 早盘的时候看到伪创还在涨 航空股也表现得蛮不错的 所以在早上看的时候 还有一万七千点 但现在也没有了 那待会等到一点半 股市收盘之后 会跟大家来做台股的分析 那我们有看到就是美股了 美股其实都是上涨的 所以早盘台股的一个表现 也还蛮不错的 不过现在又开始不太行了 好 另外呢 就是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 就今天是父亲节 那么其实父亲的压力也蛮大的 蛮大的 那今天我有看到一个人力银行 他们统计了上班族的父亲最大的一个压力 在于经济的压力 有62.1% 工作压力有58.9% 购物的压力25.2% 配偶的压力有22.1% 那育儿的压力有两成左右 百分之20.4%左右了 好 另外就是很多人很关心了 就是亚洲那么不断的在提高薪资的条件 那么认为廉价劳工的时代 其实现在对于亚洲来讲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全球制造业的重症大概都会在亚洲地区 所以有很多人很关注的就是 哇 在亚洲可以请到比较廉价的这个劳动力 但现在除了大陆之外 有很多的其他国家 他们一点都不想成为世界工厂 因为成为世界工厂之后 就表示东西要很廉价 然后要很便宜 可当这里不便宜变贵了以后呢 他们就移转 就这些世界工厂会移转来移转去的 所以第一个 当然也看到了亚洲生产平价的商品 就往世界各国去 那么亚洲现在的条件也慢慢的不一样了 那另外美国呢 其实也习惯了各种便宜的东西了 但现在看起来 廉价的亚洲的这个劳力时代 已经慢慢的都不存在了 那未来东西是不是会变贵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看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他的财富呢 已经超越了比尔盖茨了 他旗下就是股神巴菲特 他旗下的波克夏公司 他的股价呢 创新高了 创新高了 然后呢 这个波克夏现在手上的持股 有铁路啦 公用事业啦 能源啦 股价创新高了 当然我们巴菲特股神的身价也很高了 而且一举超过了比尔盖茨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目前还是下跌105点的 今天早盘 开一点点平高还不错 结果就一路往下走了 所以我说早盘看起来还不错 如果你不看 你就会知道阿爹这么多了 好 今天的盘面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后受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林辰盈 Kevin好 各位投资部大家好 一芬好 今天盘真的很奇怪 早上开头说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美国的股市都涨嘛 可是没想到一下子就下来了 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在这几天的话 我也不断的跟我们各位投资朋友提醒 这个行情的话呢 已经从躺着转 那么进入到很难转的行情了 很难转的时候呢 大家不妨多看扫作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的景气啊 它有点疲弱不振 我们先从最近公布的这个PMI 也就是采购金人指数 和大家来剖析 首先的话以台湾的这个制造业来说呢 是46.1 那么上一次是48.3 然后呢 再对未来的展望的话 是43.2 上次的话是44.9 也就是说都比上一次还要再弱一点 同时呢 这个数字只要低于50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收缩期 所以就是说 除了在收缩期之外 也比上一次公布的数据还要再弱 那非制造业的部分表现得不错 55.7 同时呢 在对未来的展望的话 50.8 这50.8是创近几期以来的高点 所以非制造业表现不错 非制造业特别是 像这个观光餐饮啊 那么这些的话表现不错 这也是进入旺季的一个表现 那么所以呢 制造业很弱 另外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几个地方 比如说跟我们 联动关系很密切的 他美国的话呢 是他公布的ISM协会 所统计的一个指数 他的制造业PMI的话呢 也是46.4 连9个月的萎缩 而且他是低于预估 非制造业52.7 那么非制造业也是比较好 那么另外呢 在中国大陆官方的部分 他的制造业49.3 也是低于50 连4个月的收缩 非制造业的话 51.5 比较好一点 那民间版的话呢 他的制造业是49.2 然后呢 非制造业是54.1 所以制造业都不好 欧洲的制造业PMI 42.7 然后日本的制造业 49.6 都不好 然后他们的 这个服务业的PMI呢 像欧洲是50.9 日本的话是53.8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它给这个做一个小结论 基本上制造业都不好 而且呢 比上一次 上一次的话公布的时候 是7月初 7月初公布的是6月份的统计 那么当时有和投资朋友提到说 有一些这种短单集单回来 能不能够持续有待做观察 那但是因为大家也有点像 酒汉逢干你一样 哇 看到这个订单回来 市场上就很刺激 同时再加上AI的 这个题材的刺激呢 那行情走了一波 但是后面呢 这些单子并没有后续上面的 这个连续性的效应 那么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又恢复到了一个 有点比较闷的 这个忘记不是很忘的行情 那么也因此呢 景气的疲软 也让市场上面的 一些买盘来做缩手 所以没有景气的支撑 行情不容易走得太长 或太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看 目前来讲的话 新台币是续扁 而且在早上的话呢 看到的价位是创去年11月 去年11月11号以来的低点 就是说资金的话呢 持续的是一个 这个疲软的现象 那6月份下旬以来的话 外资基本上是 出多尽少的情形 所以这两个因素 就是说我们讲 基本面的因素 基本上对股市而言的话 都是一个需要进入 整理或修正的讯号 我们如果说 从技术面上面来看 技术面的话指数呢 像在昨天好不容易攻上 这个17000点的大关 那大家心里想说 今天应该是可以持续 结果早上的话呢 稍微开高一点之后的话 就下来 那表现的话呢 并不是非常的强 所以就反弹无力了 那反弹无力的话呢 再加上我们 常常跟大家讲的 我们在观察这个行情 有没有回复到一个正轨 是要价量配合得宜 价的话就是指数的 这个它的一个点位 然后呢量的话 就是成交量 那价量配合得宜的话 就是上涨量增下跌量缩 像今天下跌的 那么目前来看 是下跌118点 成交量的话呢 是3734亿 虽然说比前几天的 4000多亿 还要再缩一点 但是昨天上涨了152点 昨天的成交量 只有3280亿 所以还是持续的 呈现价量背离的状况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价量要配合得宜嘛 结果它是价量配合不得宜 所以在技术面上 也是比较弱 另外呢 我们如果看到在这个 带动行情人气的 指标股的部分 像比较多头的指标股 在昨天 AI有出现反弹 但是在今天的话 看起来涨势 是没有办法持续 而中间的这个 好像创意 这家公司呢 它的股价 是有创下这波 回档以来的新低 那么另外呢 在原先可以说是 比如说几涨的 威胜 现在呢 它回档的话 也非常快 那么另外 原本称在高档的 像什么东哥游艇啊 那么它也是跌下来了 那么行情呢 资金又转到 比如说像是群店 那么但是呢 整体来讲的话 比较有点像 技术面上的操作 那么也因此呢 对投资朋友而言的话 就开始要有一个 这个方向和警讯 那么市场上面的话 来自于法人 或者是大户的买盘 开始有一点观望 或者是出多尽少的现象 那么当然因为业内 还是希望说 能够创造行情 所以有时候出现一些题材 大家就会 突然那声冲进去 像前几天有一个 叫做常温超导体 哇 对对对 对忽然 对对对 是忽然进来 然后大涨 那结果呢 马上又跌下来 最主要是因为呢 虽然说 这个超导体 如果常温超导体 真的能够成功 这绝对是 人类科学上面的 一大进步 但是呢 目前市场上面的其他 因为这是韩国提出来了 那么其他的 这个国家呢 都还没有办法去复制 那么如果不能够复制 其实距离商业化的话 也会很远 甚至于呢 可能都会还会怀疑 他是否真的能够实现 那接下来我们注意的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8月24号的 NVIDIA财报公布 能不能够再一次的 让股市重新活络 第二的话 注意一下 股神巴菲特 他第二季的现金水位 创下他历史以来的次高 代表他找不到 可以买的股票 那么市场上呢 可能啊 有点偏高了 另外Apple 对他的财报的估计呢 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 那么所以呢 苹果供应链的话呢 有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波站出现了 大幅度对股市 助力的角色 所以投资朋友 到不妨继续的观望 等候百点浮现 好 坏坏理财 生活通知在我们今天 这个单元当中呢 很开心啊 我本来想要讲老朋友 可我觉得他是在 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小朋友 可他跟我说 我不小啦 我在很久之前访问过他 我觉得他是在一个 宜兰长大的孩子 很喜欢追着风跑 后来呢 就成立了 这一个台风论坛 那么现在呢 他长大了 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 政治工作 他跟他的朋友 还是依然的在追风 然后特别是喜欢台风 好 我要慎重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台风论坛的 创办人跟执行长 陈伯宏 伯宏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那时候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孩子 对啊 2016年的时候 你还记得 对啊 大概23岁左右 对 我觉得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那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说你从高中就很喜欢 因为你住宜兰嘛 对 对 那宜兰有风有雨的 然后每次看到那个 风雨来 你都好高兴 就很兴奋 你看到下雨也很兴奋 对对对 然后就成立了 占个论坛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经营了 现在 粉丝人数已经很多了 对对 追踪人数已经有 大概36万这样 很高耶 这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 然后也有得到一些 朋友的信任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几年的一些转变 从高中就很喜欢 然后后来去成大念什么 都市计划 念都市计划 对对对 你怎么不念什么大器啊 念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台风这件事情是我的兴趣 那我如果把他当成专业在念的时候 会不会我的想法就会有点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局限了 对对对 因为大家如果不了解台风可以去看他的那个 这个我们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了 就是你很容易能够理解他讲的是什么 很有趣很有趣 对对对就是 所以你就不想要念的时候就也念一样 然后把你这种想象力给局限住了 对对对对 那现在念的是你自己喜欢的吗 我现在的我念的是算是国土规划的部分 然后也正好是我喜欢的部分 对对对就是我是蛮喜欢空间那种概念的东西 所以我对于就是像都市计划或者是国土规划 甚至我目前在做的国家公园计划 其实都是我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地方 你看我觉得往自己有兴趣的地方发展 然后现在那个台风论坛是你的那个斜杠之一吗 你当时一起成立的人好像有三四个人吗 对对对就是目前大部分人都已经就是已经在工作 都已经在工作 然后也有人在念已经在念博士班 一样是大七七的博士班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入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我那些伙伴他们目前也都有跟 其实大部分都跟天气或者是防灾有关 在防灾体系这样子 那我算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是我自己的本业跟天气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可是你有很强烈的一个兴趣 而且你看你们这几个人经营的台湾台风论坛 是台湾第一个我觉得是非官方 对不对非官方然后最大的一个台风讨论的地方了 对对对 这个成绩我真的觉得还真的蛮骄傲的啦 就是说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他喜欢什么 然后他一样招着他的兴趣去发展 然后我觉得你算是斜杠啦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偷偷摸摸 所以现在会比较珍惜这一个东西 那我们要去跟博红来聊一聊 也就是说台湾真的说实在已经 就是好几年没有台风嘛 今年的台风我觉得好怪喔 那个什么杜苏瑞有没有 他路径也好怪 对对对 然后后来有人开玩笑嘛 就说为什么要取名叫杜苏瑞 因为苏瑞就是跟着感觉走 就是那个台风就是跟着感觉走 然后现在那个之前那个卡努 对也造成了南部的一个那个灾情啦 你觉得这几年台风有没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应该说这几年像我刚刚说的台风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走法 其实他算是算是也是蛮正常的现象 只是我们平常都习惯是台风走东西向或者是南北向 对对对那比较有少少数的台风出现比较特意的走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去关注他或者说因为他影响台湾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去注意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台风 就台湾台风论坛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陈伯红 我们要贴在粉丝团当中让大家可以同步的看到 那刚才也讲过就是说我刚才也问伯红说 我的手机打开其实我也有温度啊 我也知道下雨啊我也知道这个打雷啊 那你会提供一些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测给大家吗 那你说我这个是电脑出来的 你那个是有人工的判断啊 应该说我们目前在手机上面看到的一些数据 它其实算是电脑出来的结果 可是它没有经过人工的校正 对或者说一些人工的经验判断 那我们做的就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 然后去进行天气的分析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成员里面 大部分都已经都有大七七毕业的人 对对对所以他们对于一些美美咖咖 其实他们都很了解 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是把重整大家的分析完之后 我把它弄成一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的资讯内容这样 我看你这样讲我懂哎 比方说我们看投资啊也会有技术分析啊 对对对对对 对你就觉得要突破跟我们说那是骗线啊 那在骗你啦 就是说当然你要看现在到底是假突破真突破 真足底还是假足底啊 对不对 可是就将要人为的判断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那台风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 你是不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我们讲过说路径本来就是多变的 那大家有人讲说台风对台湾也很好 对不对 每次都转向就转到日本去了 日本真的还蛮倒霉的 那为什么这几年的台风都会弯到日本去呢 应该说决定台风怎么走通常会是太平洋高气压 那如果太平洋高气压它强一点 它就会往菲律宾或是南海 就是越南走 对就是对 然后如果台风弱一点 那通常就会比较往北走 就走去日本韩国 对所以说当下的太平洋高气压的强度 还有它的范围 它的势力范围 就会决定说这个台风未来会怎么走 这样子 哦 因为像之前那个卡努不是还有个什么U型反转 对对对 对不对 卡努的话它算是比较特别 就是说它 它第一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它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太平洋高气压比较强 所以它把它压着往台湾这边靠近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刚好遇到太平洋高气压又减弱了 所以它就会停在我们东北方 在那边打转 然后慢慢的飘到日本 就是飘到那个冲绳去 对 然后今天开始太平洋高气压又慢慢的增强 所以又让它慢慢的要转向 转偏北走 所以它预计在明天 它就会通过九州的西方 然后后天去清洗韩国 去韩国 对所以就看到它好像在走一个蛇行 那其实就是这个关键就是在于高气压强或弱的状态之下 就会让它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走法 所以真的不是跟着感觉走 是跟着气压的高低 对对对对跟着高气压的那个强弱走 那我们现在台湾7月份就来了三个台风 这算正常吗 其实依照肌肉统计上面来讲 那个7月大概会有大概3.7个台风行程 3.7 所以有三个还算正常 这算是正常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应该说还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是说 今年1到8月 包含今年刚行程的台风只有7个 可是照理说1到7月要有8个台风 等于说我们还是低于气候平均值 对那我们常常就会想说 就是通常台风其实它会去追赶那个历史曲线 它会追赶到那个平均 所以后面几个月台风 1到往年的话可能会慢慢会变比较多 比较频繁这样子 你这台风蛮好笑的 它会追赶它的历史平均 整体数量 因为如果我们依照统计过去5年的话 台风的数量大概是介于在22到29个 那整个30年的平均是25个 所以其实大概就是在 一样是在这个范围 它没有特别的少 或者是特别的异常的多的状况 就是在这个范围上跑来跑去而已 对对 就像去年还是 对或是前年的时候 就是也是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台风 到后面就是一个月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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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台风 就是去赶那个数量上来 所以跟统计的数字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我觉得看到你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脸书上面的一个论坛讨论区当中 我觉得你们都会把那个那个台风讲的就是蛮好玩的 对就蛮清楚的跟一般的那种官方的那个说法不太一样 那这些是谁去设计的不管是摇摇杯不管是什么 这都是你们自己去设计的吗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我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才会接触人群 所以有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从小生长的环境 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多那种生活生活用语或者是比较口语化的内容 就生活的一个用语 因为你都会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去日本的要小心哦 你去韩国的要小心哦 因为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对于台风这种东西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有灵魂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就这么说就是 它就很像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这样子 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东西 算是一个我们的想象而已 对我觉得蛮具象的 比方说你们有讲那个狼恩台风嘛 你就会讲说那个14号的时候会到那个日本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如果你要去日本你要很小心 对那你就开始讲说 它9号会在哪里 10号会在哪里 11号会在哪里 12号会在哪里 应该说我们最刚好是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会去日本或韩国 然后一听到台风的时候 就会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我的飞机可不可以飞 或者是我去那边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会不会卡在那边回不来 对就像自己就像前几天的卡路 很多人卡在冲绳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地方特别去提醒这样 所以就是蛮具象的 然后跟大家来讨论它会在哪里 然后你要自己很小心 可是另外有一点台风我最不懂的一点 就是那个双台或者是共伴效应 这一次 藤原效应 藤原效应 对对藤原我讲错 就是以这一次卡努跟蓝恩台风的话 他们今天的距离还有大概在1800公里 然后藤原效应其实是需要在1500公里以内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基本上他们两个还是不会有藤原效应 藤原效应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如果两个台风都各有很稳定的导引气流 就是类似像太平洋高气压的话 就乖乖把他们压着走 对那这时候藤原效应的那个现象就不会太明显 对那如果说高气压也好像要管不管的那种状态之下 那他们距离可能就有几乎慢慢拉近 然后最后产生一些藤原效应这样子 那藤原效应有很多种 就那可能是两个台风会互相逆时针绕着走 也有可能是大的吃掉小的都有可能 因为这样双台听起来就好像说威力是不是比较大 好像很厉害 会大于二 没有啦就是应该说两个台风合并 就是等于说会把一个台风吃掉而已 对那会造成应该说 就是把对方吃掉的那个台风会不会比较好 其实这也不一定 对对因为也是有曾经发生过 就是把它吃掉完之后 它也没有特别的厉害 它也是一个台风 它只是把它能量都吸走而已 对对对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双台的话 一加一未必会大于二 对对对不一定啦 就是要看当下的环境状况 因为台风要生存 它还是要有足够的能量 对对那如果说通常藤原效应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互相的去抢夺彼此的能量 或者是消耗太多能量 就它把它吃掉完之后 它没有它已经没有再有新的能量补充进来的时候 那它最后还是会挂掉 哦所以你看你讲的台风就是气流的一个导引嘛 看它是怎么样导引就会往北去往南去或往哪个国家去 我们就大会知道 或者是说双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待会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台风之前就是热的要死 真的热的热死 然后台风之前呢 其实我很喜欢看那个云 超美的 又超漂亮的 但是又觉得很恐怖 就是风雨欲来那样的感觉了 就为什么会有这么热的一个天气 然后又会有这样的一个云 那台湾又很热 这跟台风有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来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台湾台风论坛的创办人 跟执行长陈柏宏 非常年轻 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年轻人 刚刚他还 我们在广告时间 他还秀出来2016年 还有郁闷姐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合照 再拍一张 好我就觉得当时 你有自己的一个热情跟兴趣 然后去做发展 然后又念到研究所 现在跟老师在做一些研究 可是还是没有忘记你的热情 那因为台风的一个季节来了 那我也想到你 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 其实费荣也冲进来 我们一起来聊那个台风眼 就台风眼到底要睁大眼睛好 还是咪咪眼比较好 就台风眼其实是一个很迷人的 你们这种台风迷都很喜欢看台风眼 台风眼是不是很可怕 台风眼的话 就是如果他是咪咪眼的话 代表说这个台风本身他的凝聚力很强 那这些研究代表说他的强度很厉害 就是他具有一定的规模的强度 越咪咪眼是越强的 对对对 就是台风眼他不能过于 就像我们 就是他不能过于松散 对台风眼他是不能过于松散 对对对 如果他越紧实的话 他的眼睛就会越来越小 那这时候台风代表说 他就是具有一定的实力这样子 那如果说眼睛开得大大就不用怕了 也不能说不用怕 他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台风 哦 威力可能没那么大 对对对 他的强度就好像 可能就不会像咪咪眼那样子 那么恐怖这样子 哦 因为咪咪眼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周边要有很强的核心去巩固他 嗯 对那通常的话 这样的话那个风雨的感受就会很强烈 嗯 如果是比较属于大眼型的那一种 那可能附近就可能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干扰他 嗯 对那这时候的话 他核心可能就不会这么样的扎实 嗯 那在风雨感受上 虽然说也会有强风好雨 但是那感受程度就会差蛮多的 嗯 对对对 哦 哎那个台风都是外围好像很强 可是进了台风眼之后 好像会异常的宁静对不对 对对对 很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哈哈哈 很常见 哎 那我们跟大家聊聊就是为什么 呃台风来之前会热到爆啊 甚至会有一些焚风啊 呃如果说是台风来之前可能会热到爆 最主要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外围的沉降气流 沉降气流 对对就像台风它是本身它是一个往上垂直 就是往上的一个气流嘛 可是当它外散到外面的时候 它会下降下来嗯 那这时候就会造成离它远远的地方的地区 就会比较高温炎热嗯 对对 那如果说是焚风的话 其实这算是台湾蛮常见的现象 啊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呃 包括我们中央山脉 或者是雪山山脉 嗯 一些因素啦 就是呃 以这一次台风为例的话 就是呃 这几天都是吹着比较强的西南风 那这个西南风它会翻过中央山脉之后 嗯 它会开始沉降 嗯 对对对 那沉降的时候它开始增温 那这个气体它就一直不断的增温到平地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股热风 嗯 对对对 就会变成我们常常说 听到说哦 怎么今天风都是热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就是那股气体已经翻过翻过山脉 无论是哪一座山脉啦 就是中央山脉 雪山山脉都有可能 那就会感受到哦 特别炎热 代表说它已经顺利的 那股气体已经顺利翻过中央山脉 或者任何山脉到平地了 嗯 就会造成所谓的粉风 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如果说这时候风向刚 海风刚好被地形挡住的话 嗯 海风没办法调节内陆的温度 嗯 对那就会像一个台北盆地这样一直不断的聚热 嗯 对那这热就很难散的出去 哦 所以盆地啊峡谷这边就很容易聚热 对对对对对 像它包含像是台北盆地啊 或是花东重谷 或者是中部的那几个盆地这样子 都都是有类似的状况 嗯 诶那那个云呢 云会变得这个好像很翔云 然后很漂亮耶 哦因为我们常看到很漂亮的云 通常就是它可能是比较属于高层的云系 台风外围的一些浮伞的高层的云系 或者是说我们如果看到有什么好像天空是紫色的啊 或者什么颜色的 对对对对对 那代表说其实是当下的大天空的水汽很多 然後各種的折射什麼之類的一些原因 會有紫色會有紅色甚至粉紅色 對我說很漂亮 你說很恐怖 男生跟女生的感覺就不一樣 那個就是要可能 就是要很多的條件配合之下 它就會發生 那它其實也算是一種預警 就跟你說水氣已經在變多了 可能大氣環境已經開始有變化了 所以雲是代表這樣的一個訊息 可以 它是一個特徵吧 對對對 那你喜歡看颱風的時候 你喜歡看它的這個之前的一個這種天象 還是喜歡颱風來的時候 我喜歡 其實我是喜歡颱風本身的變化 就像現在我們衛星影像可以拍到很高解析 那它的那些就變得很清楚 就像以前 從以前的可能只是什麼很低解析的畫面 現在已經開始變高畫質 19201080那一種高畫質的畫面 那我們看了之後就會感覺上就會 這個颱風真的很就是會特別興奮這樣子 因為看的更仔細了 對對對 然後會讓你覺得好像更漂亮 就是更完美那種感覺 尤其遇到很強烈的颱風的時候 所以你又完美來形容啊 可能是我們颱風迷你比較瘋狂一點 就是要長得要漂亮 對因為從衛星拍起來 它的結構是要漂亮的 它會有很多顏色啊 什麼綠的啦 紅的啦 那個應該說那個是衛星的拍攝 然後它有些剛好是不同的界定啦 有些是溫度 這颱風雲頂的溫度 然後可以去判斷說它對流的強度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可能就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專業一點 就比較不想講一點 因為講給我聽的話 又比較複雜一點 會變成很多問號 那我們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的就是雙台嘛 歷史上這個雙台的一個機率啊 就是颱風共存的機率高嗎 其實每年都會有 通常都會有兩個颱風同時出現過 只是關鍵在於說他們會不會 他們的關鍵他們在距離多近 對對對 就是畢竟南海到太平洋都很大 對對對 那就是颱風這兩個在夏季的時候 通常就會颱風一個接一個出現這樣子 那假如說有可能就是颱風 通常已經有一個已經快要消散了 另一個馬上後面跟著生成 這個也算是算是一種 我們也算是雙台 對 但不能說它是雙台效應 就只當說單純是兩個颱風 同時出現在一個區域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同時有兩個颱風 三個颱風都算是蠻常見的 只是看他們當下的狀況 喔你看又給我們一些科普的概念了 不要以為說兩個颱風就一定是雙台 對對對 對就不一定說兩個颱風就一定會 對然後屯原效應是因為他們有沒有距離近一點 對對對 對 也不能夠隨便就說兩個颱風就是屯原的一個效應了 對 喔 欸那我想要好奇除了颱風之外 台灣現在高溫是一個常態了嗎 你們有這樣的一個 很多人會問你們這個問題嗎 呃 蠻多人是會問說為什麼感覺這幾年特別的炎熱 嗯 對 那其實這種氣候的東西它是需要很長期統計下來 就是我們可能有時候只是單純就是最近這幾年好像感覺上 但或許數字統計上好像沒有 可是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那個天氣的事件它越來越極端 它可能特別熱特別冷 或者是雨特別多雨特別少 嗯 那它可能在同一年中都會出現 嗯 對對對 這個就變成是這幾年台灣的天氣的現象是比較屬於走向極端的現狀態這樣子 嗯 對對對 因為有很多老人家也會講就是說喔 今年如果夏天特別熱的話冬天就會特別冷 嗯 對 那當然有一些比方說星象的也講喔 今年會有這個非常寒冷的寒冬啊 嗯 所以就你的比較科學的看法就是極端天氣的照片 沒有造成 沒有什麼原因也沒有什麼歷史的 當然或許其實是跟所謂的全球南華氣候變遷可能是有關係 只是這個部分其實目前還需要很多長期的研究才有辦法去做判斷 包含造成台灣天氣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極端的現象 有可能是聲音現象跟反聲音現象 可是這些現象它在以前就有了 嗯 對對對 只是這幾年就是我們在於教育這種 就是科普教育慢慢開始會灌輸說聲音現象 反聲音現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狀況 所以就會慢慢了解到喔 原來就是有這些東西 嗯 欸你現在有這麼多的一個粉絲啊 大家除了對於颱風是好奇的好然後是有興趣之外 是不是更多人是關心當然颱風帶來的災情或者可能的災情啦 去做一個預防或者是對於這個氣候的一個理解可以作為他們不管是家庭旅遊或者他們生產事業的一個關鍵啊 對對對就是蠻多朋友會詢問我們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就是會盡可能的去幫助他就是去做一些判斷 嗯對對對 你有哪些人他們是需要這些判斷的 像是一般的小家庭他們要出去玩 或者是小農那種農夫他們要今天要不要撒農藥 他們都跟天氣都有關 對對對或者是像是比較常見的事情真的是夜市擺攤 哦對 因為如果下雨我就不用去了嘛 對對對 那他因為現在很多都是要先提前預約預約那個食材啊 或者是租要不要租這攤位 哦哦哦夜市是租攤位的 對對對 那他們就會先可能會提前一段時間就開始決定說 我之後哪一天時間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就讓他去安排說 或者說我今天我今天的位置要不要改到別的縣市區 哦 就像是流動攤販他們對於天氣的話 也是都有這種需求 那有許多朋友會問我們這些問題 那大概多久之前可以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說 他一個禮拜大概第七天的時候 進入到第七天的時候 就是倒數第七天 他可以先做一些初步的詢問 然後等到月盡的時候再跟我們再確認一次 對因為畢竟就是極限已經算是 我覺得極限七天已經算是已經是緊繃了 哦 對對對那其實到後面就有一點是在瞎猜 哈哈哈 你自己講瞎猜啊 因為這就是一種判斷 我覺得我很負責任跟他說 他有時候會問我說 請問一下大概十幾天之後的天氣 我就說 雖然說我們現在看的到資料 但我覺得那個參考價值很低 我不能用這個資料去跟你說會下雨 或者是對天氣如何 那這樣後變成我是很不負責任的 對對對那我 我覺得不太會做那種事情 我就是會等到看完資料 就是那些氣象資料他們的看法都一致的時候 我才會認真的去跟他說這件事情 對對對 因為這也是會這樣才能夠累積信任感 哦 也對也對啊 真的是 那個我記得我一個朋友在氣象局 他就說 我們準的時候沒人記得 但我們不準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我罵臭頭 其實氣象局很厲害 我只能說氣象局非常厲害 只是就是有時候會被誤會了 哈哈哈 你也很厲害啊 照著你的興趣走 然後跟大家來分析颱風 還有分析一下這個氣候的一個狀況了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陳伯宏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了 希望你越來越好 謝謝伯宏 謝謝 謝謝 謝謝